衣架 曬衣夾 十年不坏就十年不患 小心 上头全是细菌和霉菌 一架 曬衣夾 黑漆漆都是够 医师说这样容易引发皮险菌 要是身上有伤或失诊 碰到就会发痒 而要是上头有金属生锈 则容易带来破伤风感菌 对孩童 年长者 过敏族群 及异味性皮肤炎患者是一大威胁 最好是每星期用清水和酒精擦拭 再风干 保持干净 基本上是不会做到这个动作 可能用一年我就会换一皮这样子 有一些生锈的话 那可能就要适当地做一些替换 想避免过敏 晾下的场所也很重要 有民众把被单晾在马路上 结果悲剧了 鼻子过敏 鼻水流不停 严重影响睡眠 这路边我是也不敢晒 有时候如果有猫狗 或是有时候会鸟 会停在那个上面 空气当中的PM2.5 它也是会附阻 比过敏还有气喘的患者 它都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医师说被子晒马路 车辆来来去去 就容易附着空污悬浮为例 虫卵花粉也可能附着 容易引起鼻子过敏 想避免可用温热水洗背 烘干后再吸尘 才不会清洁到最后 变成做白宫 还伤了健康 记者留言并望诗涵 台中采访报导